大家好 大家看我这一棵柠檬树啊 因为呢 最近一直都比较忙 所以呢 没空修剪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种柠檬树长得比较凌乱之后呢 我们应该怎么给它进行修剪 我们这个时候修剪主要是把它这些长得比较长的枝条给它进行解短 让你整个株形的话呢 呈现一个散形就可以了 然后像这种的话呢 这条比较长的 我们给它解短大概一半左右 然后这些的话呢 也可以进行解短 大概处在相同的高度就可以了 这一种的话呢 也是 这一边这些的话长得比较长的这种呢 你可以给它进行这个解短 这里也是 大家看这样修剪之后呢 它基本上就是呈现一个散形了 但是修剪过后的话呢 大家可以发现 如果它从这个底部这个叶叶处这里啊 如果长新芽的话呢 我们最好就是把它抹掉 逼它在底部长这个新芽出来 底部的新芽如果长出了枝条 它不是交叉枝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啊 留着 如果是会形成这个交叉枝的话 我们最好就是抹掉就可以了 修剪过后呢 我们就要给它适当的补肥 补肥的话呢 建议大家最好以有机肥为主 因为有机肥的话呢 可以让你的这个火食的话会更加香甜 而且呢 它的营养会更加的丰富 我们用有机肥的话呢 就是这种发酵服输好的羊分 这种羊分的话呢 营养比较充足 而且呢 不会出现烧根的情况 首先我们把你的这个盆土 边编上这个羊分 然后埋上这个羊分进去 埋上去之后呢 把这个土啊 再给它填回来就可以了 这样盆土里面的营养呢 就非常的丰富了 那么就有利于植株呢 抽新枝 而且有利于它后期的一个生长 还有结果 那么像这样处理之后呢 我们这个阶段呢 想要让它能够尽快的长秋花 结果 我们这个时候还要给它适当的追尸粮甲肥 我们呢 将这个磷双清产趋11000倍 然后给它定期喷叶就可以了 喷叶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 不管是叶片正面 背面 把这个静感全部都要喷洒到 这样呢 这个营养才会能够有效的被你这个柠檬树的吸收 所以呢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柠檬树和这个枝条比较凝乱之后 我们那个修剪还有后期的补肥方法 我们下期见